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談到李登輝 對於台灣的民主 還有主體性 的確是功不可沒 那麼在網路上面 有些人的回應 可能也還是酸言酸語 謝忻幫我們做了一下整理 OK 好 那這個是從昨天 大概晚上7點 就抓到今天中午12點 那完美的一些反應 那其實可以看到 大概其實就是 因為是一個 舉國之名的政治人物 然後過世了 那大部分第一時間 大家網友還是表示哀悼 就是可能謝謝他 過去的付出 一路好走 這樣 那大概會有30%的網友 就是在表示哀悼之餘 其實就是去討論說 李前總統有一些貢獻 那剛剛東豪哥 彥秀姐 瑞永哥也有提到 肯定的 對 滿肯定的民主化 總統直選 各式的選舉直選 然後終止動員勘亂 廢除這些万年的國大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在裡面提到 其實整理這個數據 然後聽大家跟他講 感覺在上歷史課 有一點複習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你想要藉此說 你很年輕就對了 沒有 其實有沒有會視覺 沒有 對 那但是還是有 就是剛剛像希姐有提到 就是還是有一些網友單會 所以蜷炎炎炎大概有14%的人 那也滿多的 對 其實也是有不少一成多 對 那當然除了蜷炎炎炎以外 其實有些是認為李登輝 做了一些不好對台灣的事情 例如說他拉高了兩岸的對抗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派系的黑金 可以進到政府 那還有一些 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較 使中國民黨支持者的 或是深藍的就是 在2000年那時候 李登輝其實是 暗暗的幫助了陳水扁 這些他們也很不能諒解 就比較是偏國民黨陣營的支持者 對 看起來 對 這目前是大概就到 這接近一天以來 目前網友大概的反應 不過整體而言 其實對於李登輝 李前總統的肯定 仍然是比較多的 對 沒錯 對 好 那東豪 李登輝前總統那個愛讀書 實在是嚇死人了 然後還有人形容說 他其實比較像德川家康 就是杜眷不提怎麼辦 我等他提 所以他其實在做一些 政治上面的 現在的解釋說 權鬥也好 鬥爭也好 其實他就是用德川家康的精神 我等到那個時機點 我順勢把你給摘掉 而且德川家康是有謀略的 在他面臨到 強大的資源信長的時候 他是知道要跟資源信長 先結盟 是近代時機 那代有他全部 如果你再看李登輝 因為他的面向太豐富了 我先講一下 有關他在國民黨的那個時候 跟民進黨的關係 跟他的那個 他跟黃信介 是 有聯絡 然後修憲什麼 是 當然 所以 因為那時候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他是一個半的黨主席 就是他對民進黨一半的影響力 那中間一個半也很重要的是 以前養樂多位董事長陳崇光先生 那時候民進黨 比如包括要國會直選 各方面 這個公投 那種大遊行 在台北火車站前面七天 那時候我們都要跑 事實上在另外一手的時候 事實上 民進黨跟李登輝的總統之間 是有密使在往來的 那其中之一就是陳崇光 可是你要知道說 李登輝先生 其實這時候就面致到權力的誘惑的時候 他會做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他在國民黨黨主席 他對於在他任內 維繫國民黨的存在這件事情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說黑金 因為他讓很多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在蔣經國時代 是被壓抑在審議會 並不是沒有 但是被壓在審議會的層次 好 那隨著 選舉體制的改變 立法院越來越重要 所以他就會進到中央 那在這個時候呢 面對黨外或民進黨的崛起的時候呢 很多地方型的政治人物有前科的 就可以一路從里長議員 審議員立委 或者從議員變立委 我一個好朋友 那個時候也是這一支撲背拉起來的 因為人已經走了不提名字 然後李登輝那時候怎麼去拉攏他 或者怎麼去 就是他做得很自然 他去幫他服選 黨提名了 國民黨提名了 然後他有一個兒子 才國小而已 剛好手啊 我忘記左手還右手 有一個灰指甲 你知道李登輝他是總統啊 黨主席啊 他看到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馬上拉他的手 問他說 你的手會有灰指甲 然後問他你有沒有擦藥 有沒有怎麼樣 看醫生 然後還 我忘記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些 他知道老人家有些偏方 你知道嗎 立委是爸爸 就站在旁邊 這個動作你認為 你知道立委其實 因為他出生並不是很好 都很草莽的 你會不會在這一刻 被李登輝收起來 絕對會 那個心一定要收起來 對啊 你對我兒子這麼的貼心 溫暖照顧 他有什麼 因為出生不好 所以你會覺得 因為總統對我兒子這麼好 死心塌地了 他一定很信任我 好 那這一股力量 在李登輝手上是對內對外 對內壓抑了什麼 那個時候李登輝 造他反的是黃復興 你要知道 當年李登輝時代的黃復興 基本上跟新國民黨 也像乃至於後來新黨 基本上是 是一批人馬兩個招牌 也就是說 那個時候李登輝 最頭痛的事情是什麼 黃復興提名的軍系立委 常常不聽話 甚至他們會另外提名 托黨參選 最後變成新黨 這一股本土力量 當然深昏不濟 有各行各樣 所以這是一個 然後再過來 他的全國提案 有沒有知道 他在當總統之後 第一件事是先提 國統綱領 大概是1991還是什麼時候 國統綱領提出來 國統綱領的目的是什麼 讓中共安心 對 然後呢 有了這個帽子 中國就OK 好 可是隨著兩岸的互動 他對中國越來越不耐煩 到了1999年的時候 才跑出了兩國論 所以從國統綱領到兩國論 李登輝並沒有事先決定 他的進度是怎麼樣 可是隨著後來 這兩岸一系列的發展 包括中國越來越強調 一個中國原則的時候 兩國論的概念 在他的手上 就慢慢成形了 所以他有沒有 像德商家康的那塊 有 有 不只是耐心 還有他的權術 對 而且按照那個時間 動態的進程 然後知道這個時候 要提什麼東西出來 一方面安了對方的心 然後走到這個階段了 可以把台灣整個拉起來 的確是一個高招的人 不過接下來我們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其他的政治消息 首先先來看 本週前20強 聲量最大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新進榜 我會不會不見 你會不會看 我會不會看 你會不會看 我會不會看 我會不會看 这礼拜超特别 一名第一名 打败了蔡英文 对 没错 所以昨天在统计完这些东西 我有点讶异 就从来没有 他进到前三名我可以理解 但是没有想到他可以冲到第一名 而且还连带把江启臣都带上来 所以他带他 党主席加油 党主席被带 母亲变成李梅真了 那我去分析看 再去细看李梅真他能够上来 当然一个是高雄市的 补选 那还有就是论文抄袭的风波 其实后续还是有一些延招 可是整个最主要是 他的婆婆帮了他一把 他婆婆的发言 对 那他后面也说 他爱他婆婆 从他婆婆把他带上来 他表现说他发言很爱他婆婆 看起来他们婆媳感情胜毒 对 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示范 哎呦 可是这样好吗 婆婆的发言 结果被大家骂到臭头 对 那主要其实 这个礼拜在交点 人蛮多的 但是交点就是在里面 也是回到我刚刚讲 高雄市长补选议题冷掉了 可是人的热度其实还是在的 了解 好的 非常谢谢怡萍跟我们分析 本周前20强 当然最受瞩目的还是李梅真 李梅真在这个礼拜当中 尽管他的声量这么的大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他的这些事件可能都对他来说不是正向的加分 那他最近又去上了一个网路直播的节目 结果高雄小学堂的媒体他全部都答错了怎么办呢 好像没有任何一点点对于高雄更深入一点的了解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为什么 因为8月1号 明天要补选政见会要登场了 三个人要站上政见台 好好的讲述自己对于高雄未来 接下来的愿景是什么的时候 你如果连高雄最基本的最北最南 人口最多人口最少的 通通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对高雄到底能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图是同样也是李梅真 李梅真这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他去上了这个网路直播节目的小学堂 其实我有碰到王浩宇 王浩宇说我其实坦白讲我是有泄题的 他就是跟他讲说 就是之前人家问韩国瑜的那个小学堂里面的前五题 可是李梅真为什么连前五题 你都没有去准备 所以最北行政区最南行政区 人口最多人口最少等等的 通通都不知道 那明天他要怎么站上政见台 我先请教一下艳秀 当然我觉得李梅真他的出现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 他以前他当然不是政治素人 以一个议员跳到选市长这个层级 平良心讲以我个人来说我都觉得说 那个心理的素质要够强 那要做足够很多不同的准备 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一下子给他这么多的挑战 我觉得当然要去他的整个团队要再做更好的加强 平良心讲就是说我觉得去上任何的节目 就是说一定要去做足功课跟准备 特别是幕僚就是说当然我们在那样子的时空状态下 而且只有两个半月要推出这样的人选 其实确实不容易 那我觉得愿意承担这个重责大任勇于承担 我觉得我们在寻找人选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非常感谢 的确可是李梅真他也应该要表现出 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可以让他加分的地方 可是很可惜说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在扣分扣分扣分 怎么办国民党会不会看得也好急 我觉得每一天的选战 其实大家选举的修正是滚动式的修正 就是说随时在调整自己的脚步 今天哪里不好要去补 还有靠着他的团队都在补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整个团队 包括在最后这两天 包括党中央给予的协助政策会智库 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个市议员 他对于他自己区域那一块 我相信是一定无庸置疑非常了解 他自己长期选议员这一块 一定是无庸置疑很了解 但是如何在短短两个多月 把他过去只有两个区的了解 能够扩大到整个高雄的38个区 因为我觉得那个大方向事实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治理 但是我觉得去问这种细小的问题 我觉得大哥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 你觉得问题有点细小 我觉得你问我说我港湖的公民数 或者是整个台北市 我大略知道 但你说哪一个区 我大概会知道说 台北市大概哪一个区域是最大 但你要讲述说哪个区域人口数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最重要 对于一个市长候选人来说 对于高雄现在面临的问题 未来的转型 还有你要带给高雄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那都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国民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包括明天 包括党主席也好 包括整个立法院都带队下去 包括侯友宜都要下去服选 我相信 所以候选人 您重要看 胜选当然重要 但是国民党在高雄这一战 能不能够团结 带给国民党的基层蓝军在高雄 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不管无论如何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变成说 李梅珍是候选人 他如果要胜选 只能靠旁边什么侯友宜 江启臣以及38个立委 对高雄人来说不是很好笑吗 你候选人若成这个样子 都一直扣分扣分扣分 然后只想靠着旁边的这些周围的人 跟高雄不太熟的这些人 跑去帮他服选 不止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包括高雄市的党团的议员 大家也都在动 包括一场一场的顾本汇报也都在动 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提到 因为他们是在地 我想从党中央每一个层级 各县市首长 大家都尽力在帮忙 我觉得胜选当固然重要 但是国民党在高雄市 能不能让外界看到 国民党基层看到说 我们至少是团结 我们在哪里跌倒 但是我们把这个基本盘顾好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好啦 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